是這樣的 話說阿斐今晚跑馬之前 跟一個馬平家分享他近期的賽事 他跟我說他5月26日贏了20萬 我嚇一跳然後很好奇問他是哪一場 他跟我開心分享了5月26日第七場G1 2000米長途 然後下射下去第八場買了Mati 於是阿斐很好奇 上網找了5月26日原來第七場G1 2400米長途 在沙田上演了 游王的愛區本來最強勁的就是布爾賀這位騎士 以大勇狀態1號仔的傑傲之戀 在香港以兩個幾馬位 足足贏了狀態非常好的就是標之5G 所以當日第一條飛買了單T是很容易的 於是他下射下去第八場 那一刻才令阿斐凹了罪 為甚麼? 原來第八場是貼了1號仔的光明傳承下去 165倍 當日這條Mati派彩是20萬4866元 當時阿斐凹了罪 他居然拿了1號仔的光明傳承買賣進來 阿斐凹了罪 他真的賣了20多萬 他對我開玩笑 原來他是第七場1號仔的傑傲之戀 是沒得挑剔之下的 拖了其他好像四隻馬 然後第八場的拖了很多隻 總注數他買了六百多五元左右 買了兩元的一注 我不知道他買了幾隻馬仔 唯一佩服他 就拿了1號仔的光明傳承 就是其中一隻他效率範圍的馬骨 阿斐凹好奇問問他 為甚麼會選到1號仔 他對我說 看賽積、看戰積、看賠率是沒意思的 唯一搏爛的狀態之下 拖了進來的 由於沒有戰積、沒有賽積 他只要降班下來 有機會是贏一次就可以令自己佛迪特 最後他真的是倚兩珠 肥子寄回去 買兩元雞都可以有四萬多元 所以就是肥肥子水 加上昨天6月5號 第七隻八場那些時事勝三是二倍的 僅僅跑著第四名 實質較幣 否則飛漲踏他也有三十二倍 下石下去 那些更加扔春的十二號加陸龍區 都是只可以拿著第二名 其實如果真的全部狀態多 剛剛好之際 發達機會就是由此誕生 第三場的三班一千短途 有兩隻馬仔 顯而對比其他馬仔是非常超棒的 分別有七號仔的佳應掌聲 和四號仔的疑心聲 由於最新、最快、最末段時間 是21秒82、55秒73 是28之前才做就了 七號仔的佳應掌聲也是拿著標桿 近期都是給了八度、輕磅、19磅、四檔 輕鬆之下就55秒7贏了 第二名那隻就是小精豆杯 第三名就是疑心聲 當天背著它是3點熱的陸架 最新的試集也是快放出來 非常好看的 所以七號仔的佳應掌聲各方面狀態 這隻馬仔才三歲 香港之前是賀爾馬房即時 給了三次潘頓 兩次都已經上名了 跑到田草一千或田草千二 背得超大熱 今個賽役的這隻馬仔毫無懸念 都是以熱門為主 另外一隻非常之有機會是贏馬的馬仔 就是一隻大勇馬 就是四號仔的疑心聲 過往近期這兩次 最主要都是以55秒9、55秒8完成了 末段霸放起來是由22秒1完成了 當天僅僅排著的就是第三名的疑心聲 今次找回梁家俊 當位反而是外檔多一點狗檔 更加有利在外邊衝刺成功 所以鎖定性局的一二名已經是七號仔和四號仔 正常的邏輸思維就是近兩隻 所以牙左兩個位 第三隻入壁機會大的馬匹 分別是二號仔的水晶酒杯 和五號仔的萬里菲智 可能是挑選的 用了字眼是可能的 為什麼呢? 首先水晶酒杯 今個賽季在香港的田草籌籌賽事 已經比賽了五次 五次有成三次第一名 兩次第二名 等於是輸頸位這麼大把 當也是什麼票呢? 這裡是2.0大熱的 二號仔的水晶酒杯 馬匹厲害肯定厲害 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全部上名兼贏馬 最主要的檔位都以外檔為主 田草籌籌賽事 中老TV一貫作風 最外疊的是最有利的 反而靠著觀眾席的一檔 分分鐘王志雲被人剋死 因為他的薑誠真是好屎 是屎得真是好屎 這次直接王志雲之前 有疑心星 他也試過是七騎過的 阿肥看四號仔的疑心星 之前王志雲七騎過幾次 在內蕩情況下 反而輸成兩個多馬位 或是一個多馬位 馬仔好好的地是五十五秒 都可以給他刷騎到五十七秒 所以加上他輕磅才得利 重磅反而不多 看看二號仔的水晶酒杯 今次王志雲 反而沒有百多磅的狀態 去到一百十七磅 不算特別輕 沒有這個優勢 所以水晶酒杯 雖然說近期 外蝶做到五十五秒多 但王志雲的騎攻 我真的有一個問號在這裏 看看萬里輝子 贏就沒有贏過 但最主要蘇偉賢主帥 這隻馬仔 都是比賽明紹為主 季初到現在 平均來說 都是五十七秒多 是完成了 近這兩仗 反而少看頭 以內蕩重磅 可以去到五十六秒零 總後面爆放時間 去到二十二秒 非常醒目的狀態 對比之下 比這隻七號仔的佳應掌聲 純粹是萬丁的 所以趁熱打熱 五號仔的萬里輝子 今次十檔外檔 入批機會大 所以只要一口氣 說了第三場的三筆 一千米賽事 有機會入到三甲的三甲 分別喊七號仔的佳應掌聲 四號仔的宜心星 和五號仔的萬里輝子 喂 阿匪 你說完了沒有? 還沒說完 看完 七號仔的佳應掌聲 和四號仔的宜心星 不要挑剔 唯一挑剔的 就是五號仔 押著位的萬里輝子 另外那兩隻馬仔 按照狀態 真是9% 連批也沒有 但是 有機會 分中是贏冠軍馬 都是這兩隻馬仔 分中是爆冷成功的 首先 這隻要講解的 就是初常降班 一號仔的 英雄豪傑 一號仔的英雄豪傑 進來看了賠率 真是嘴巴 今年年頭初到現在 最少了 都35倍起跳 最新那次是93倍 湯普生兩次試襲 完全看回狀態 慘不忍道 但這隻馬仔 文家良和報名之間的淵源 追溯到上一個賽季 文家良最尋找報名 這隻馬仔 已經追溯到差不多 十個月有多 看回同程 原來這隻馬仔的高光時刻 是2022至2023年 距離香港初期 才是同程跑著 前途一千 兩次 找了賽民小測騎 以57秒 58秒為主 沒有贏過 高光時刻 是以2022至2023年 距離 足足四次贏馬 四次都找了報名去刷騎 唯獨是4月9日 贏了馬之後 最後一次在田園簽名賽事 是695場次 是5月不好 當日 非常不幸 測試到它 是不倫於行 所以之後 今個賽季 9月17日 報名追測期 已經黯然失色不少 這隻馬仔 已經沒有過往的狀態 大勇了 所以這隻馬仔 大家看回同程 來來去去 已經去到20多30倍為主 所以怎樣計算 最新那次 比住一個輕磅的巴度 19磅 始終 雖然衝刺好少少 但已經去到57秒1 對比之下的佳應掌聲 和疑心聲 足足是慢了2秒多 這次阿肥為何要推薦給大家 是由於初常降班下來 十個月後 文家良再次找了報名單大棋 有些事你不搏 不知道什麼時候搏 但是搏一搏 單車變魔托 就是1號仔英雄浩傑 所以第一隻可以攻擊到一隻入批的 5號仔萬里非智 可能是他 分分鐘也都 希望第三場 見證到報名 再報名加雷馬房 再拉頭馬 由於1號仔英雄浩馬 始終是傷過就傷過 對比之下 很多隻馬都是缺貨缺賽 肯定各自各都有自己的傷患 趁你病 拿你命之際 阿肥推薦第二隻 有機會99%連批都沒有 但是1%可以贏馬的馬匹 就是超輕磅的10號仔爆笑 首先10號仔爆笑 高東寧某房 今個賽季其實和何宅堯的加收 真的非常之少 今個賽季到現在才加收三次 可能何宅堯有傷運 導致不可以罵給塔奇 上一個賽季其實和何宅堯的加收 非常之頻繁 非常之多 今個賽季純粹是2023年10月4日一次 正是清區 接著兩次已經追溯到 是2023年10月17日 就是加州王者 和1月1日加州王者 沒有上名 賠率非常之差 今個賽季到現在 足足足六個月之後 再找回何宅堯 過來就是開測的10號仔爆笑 10號仔爆笑 是第二匹 更加冷到無倫的濫馬 由於他完全全 過往的田島千世或谷草千二 是搞不定 特別是田島千世 更加差 所以今次直接縮程過來 跑一籤賽季 高東寧馬房 對這隻馬仔的就是一種變化 由於高東寧對於10號仔爆笑 據說過往的沿途走位拆棋指示 都以保守的跑法為主 以是中後段爆放多一點 最初都是中規中矩 亦是見到最新 5月17日第一個試襲 是艾特納親自去重發試襲 當日是包尾的 短時間5月17日後 5月27日後 就是重發再試一次試襲 中規中矩最後就是直路 按僵而返 考驗中間 剛剛好合急而回 阿飛上網看高東寧 上一次拉回這隻馬仔去重發 已經追溯到2月15日 之前的最上重發 已經是2023年的12月15日之前 近期的動作這麼大 5月17日才試完 然後5月24日更加急於去摸摸 一隻馬仔的狀態 剛剛好合格 就是比了輕綁何則堯去側棋 對於10號仔的爆笑 只可以說 同場的對手 其他人的衝對性 就是一隻馬仔的傷患多些 趁他病就拿他命 輕綁的何則堯 10號仔的爆笑 不用忽視 一口是 拆解了第三場的三班一千短途賽事 無用之而 沒得挑剔的兩隻馬仔 是7號仔的佳印象星 和4號仔的疑心星 兩隻馬仔平均來說 都是以55秒5左右時間 新鮮滾熱多些少 唯獨的就是2號仔的水晶酒杯 這次王智雲的奇功 我真的覺得這隻馬仔 是圓圓圓圓 是可以忽略不忌 唯獨入批的 狀態近期比較好少少 是5號仔的馬尼菲治 已經3個位 是不是1號仔的英雄豪傑 和10號仔的爆笑 99%連批都沒有呢 由於1%的贏馬機會 我推薦了 始終是文家糧 10個月後再找到報名 和初常降班1號仔的英雄豪賣 希望報名最幫助文家糧 就擔立其 贏了頭馬 希望 另外一匹濫馬99% 連批都沒有的馬匹 是10號仔的爆笑 今次直接告冬妮 頻繁急於5月份兩次 重發市集 摸了底 今次找了輕榜的何則耀 希望10號仔的爆笑 最後真的可以一笑而會 幫助高冬妮馬房 可能會有神奇的作用 1%贏馬 可能是他 所以第三場的 有兩種買法 首先始終是4-7 肯定已經是佔有一個席位 所以單T的會拖回1號仔的英雄豪傑 5號仔的萬里菲治 10號仔的爆笑 4連環 亦都會是4-7做膽 然後拖回1-5-10 直接兩種買法 隨便落狀 最終買法 阿菲看完賠率後 會在中老TV社群 和各位師兄交代一下 是這樣的 拜拜 收睇中老TV的各位觀眾 請注意 你出片我派錢 香港打工人 運得雞稅這麼多 不夠洗已經是常態 有沒有想過 你吃早餐又要買單? 有沒有想過 你去街市買菜又要買單? 或者你有沒有想過 在馬場賭場馬都有人買單? 這麼順暢的想法 中老TV和你一起實現出來 等金白銀還給你 螢光幕見到的 就是中老TV的日常收入 所以各位師兄千萬不要亂識你們的才華 如果是阿菲喜歡刨馬仔的 就出貼士片 亦將這條影片 公主意識給各位師兄收睇 所以最後亦都可以獲利 在此 中老TV成要各界言能 將你們的影片 投放給中老TV平台播放出來 如果不知道如何營運 或者如何製作影片 中老TV和你承包所有後期製作 實現有錢齊齊賺這個目標 有興趣拍片的 可以直接WhatsApp或者聯絡我們 電話號碼6730453 後來吧